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我收到的第一份可借的生日礼物 谁送你的 沈夏 跟他好了以后第一个生日嘛 我说也没有说特意要看手镯或者干什么 我就是觉得那个蛮好看的 然后给了我两个选择嘛 反正我看到的就是那个罗斯丁的那个 然后有一个是不带星星的 有一个是带星星的 我有个特别好的一个哥们跟我一块去的 然后我就问他 我想你觉得哪个好 然后他说 其实那个带星星的更好看一些 这颗钻石呢 这颗钻石啊 对 这颗钻石是很像的 因为这个就是颗贴非常经典的一发觉物 然后那时候 就是想跟我求婚的时候就是这颗钻石 在法国的巴黎的铁塔那边 有那种游船 然后他那时候只是跟我讲说 晚上要大家一起吃饭 请我的工作人 跟他的工作人一起这样子 结果一到那个船上 然后才发现他包了那艘船 然后上面就是全部都是没规划 然后就路上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不对劲 还正在上主菜的那一刻 那个打开的盘子就是一个钻戒 然后那个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就是真的是 完完全全没有想到意料之外 就是我 就是没有想过有 因为女孩子多少都会想像自己被求婚的画面 可是那个真的是 是个惊喜 就是我没有想过会是这个样子 就没有 我还忘了 我还快就送花吧 你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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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现在我们结束的时候 老婆 给你一个惊喜啊 开不开心啊 我好开心啊老婆 是吗 你什么好的 你是不是最好的 你真的是我最好的 我觉得她能逗我开心 对跟她在一起就是 两个人都会在一个很快乐的氛围里面 如果要有这样的 你都是滬面的 给你一个老婆 对 怎么跟别人去介绍我的太太 其实我觉得最幸福的介绍 就莫过于就是 就是我太太 这是我老婆 跟他在一起就是 兩個人都會在一個很快樂的氛圍裡面 其實我覺得最幸福的介紹 就莫過於就是 這是我太太 這是我老婆 同一套衣服 只是我想拍兩種 所以你覺得這個 這個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這個女生可怕可以戴珠寶 對 就是讓他有一些髮絲在臉旁這樣子 其實主要是靠底子 靠底子更多一些 因為以前學體育的 學田徑的 所以就說可能之前打的底子有 還蠻熟悉的感覺 因為之前在拍神雕的時候 其實他還蠻常新娘抱我的 然後 我那時候訪問我就講過 就是他是我碰過我 真的是最會新娘抱的女生的男生 真的是最會新娘抱的 女生的男生 應該沒有 目前沒有這個計劃耶 嗯 我不處長班 擔心告別派對 我沒多留戀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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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有時候我聽他 有時候他聽我的 聽他的嗎 有這麼聽我的嗎 自我唏嘘 一个陪小孩玩 然后希望他不要把我当成妈妈的一个妈妈 没有我说 如果你要是选择跟小孩打闹的话 是跟他们做朋友的话 我就要做严肃一点的那个 就打配合 好讲 现在我只想让你们知道 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意义 宝贝我抱歉 哈喽Vogue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妍希 因为最近要发专辑了 那其实这张专辑我筹备了很久 等于是我做了一个十年的梦 其实有一点 竞相情缺的感觉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 当演员你是去传谋别人的人生 当歌手 因为所有的歌都是我自己写的 写的都是我生命里 对我来讲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所以比较是在分享自己的人生 今天其实试了一系列各式各样白色的衣服 我会使用是中性有形 可是又多变 白色感觉是纯洁的 很天真的光明的 嗯夏天 天真吧有点傻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妍希 第一个插的部位通常都是手臂 因为就是最顺手 最常被晒黑的部位其实是 就是脖子这一块 因为常常会就是记得插身体其他地方 可是这一块常常会忽略掉 最怕被晒黑的部位应该还是脸啦 因为脸毕竟还是最常会露出来的地方 因为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很喜欢打排球 然后有时候打沙滩排球 就真的有一度被晒得很黑 然后就真的觉得不适合我 所以自此以后 我真的就开始非常注重防晒 我觉得除了我很喜欢戴帽子 或者是太阳眼睛之外 我觉得这次插防晒乳 其实是最根本的一种方式去做防晒 不小心晒黑的话 那真的就是要赶快去敷一些面膜 或者是擦一些保湿精华液 就是做好保湿 因为皮肤在干燥状态会 就是尤其受到紫外线就会老化的很快 那你就要赶快的补充水分 平常保养 平常保养最注重的其实就是防晒员 因为紫外线真的是肌肤的杀手 平常的保养步骤 就是早上起来会擦化妆水啊 保湿啊 保湿的霜跟眼霜 然后呢出外之前会再擦那个防晒乳 食材对皮肤好的哦 其实我觉得对皮肤最好的食材 其实是维他命C耶 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多吃水果 最有效的减肥棒棒 少吃多的运动 没有就我觉得吃天然的食物 真的是不要吃太多的零食或者是加工食品 然后再者就是运动 运动真的也很重要 因为你只要你的肌肉量多 然后你的代谢是好的 真的就比较不容易发胖 好 我觉得讲得好严肃哦 我在想又说我把他弄得好笑一点 可是好像有点难 每一个女孩心中最想要的就是自己最漂亮的样子 那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结婚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即将在七月步入婚礼的大明星陈颜希 请她来帮我们分享 她的最漂亮的样子是什么 她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子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颜希 因为我是夏天出生的小孩 所以我从小到大都非常非常喜欢夏天 然后我觉得 期待中喜欢 希望有的夏日婚礼 不然就是觉得一定要有水 然后呢 就会有一种透新娘的感觉 然后希望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时间 然后就是看起来都亮亮的 觉得未来的人生是超乱希望的 那所以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她的彩妆师小文 然后以颜希这个夏季婚礼的概念 帮她设计了一个新娘妆 有 我帮她设计一个夏日天使妆 对 然后是整个质地都是以比较雾面为主的 颜希 妳的皮肤看起来真的很好耶 因为我觉得小文好像没有用太多的粉底 去打妳的底是不是 因为跟小文也合作很久了 所以她也非常了解我的状况 然后她以及什么样子 我们都会选择用比较 比较透亮一点的方式出生相会 那小文妳是怎么样做她的那个底妆的呢 我就是取少量的粉底液 在T字部位的地方往外推明 对 外轮廓的部分我用一些暗两度颜色的粉底 然后再晕开来 暗两度颜色的粉底 就是让她的那个轮廓比较立体感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啊 就是在结婚前半年 或是搞不好一年 他就会努力瘦身啊 或者是做一些皮肤保养 那妳可以分享妳在婚前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魔鬼计划 我觉得第一个是就新妆面膜 因为我觉得皮肤就是保湿很重要 对 就是人的皮肤在有水的情况下 看起来就会是透亮好看的 对 然后再来呢就是最近是有非常地 积极努力的健身 因为我觉得健身是可以加湿 可以保存在一起 那现在好的话 你的皮肤自然很好 所以反正就是让自己的皮肤 容光焕发这样子 是的 像很多那个新娘妆的眼影 我都觉得画得很多很杂 可是我觉得妍希的眼睛也好干净哦 那小文妳是怎么做的啊 我就是用单一颜色的大地色系 然后呢再去做灰蝶 所以它靠近眼瞼的地方是比较深的 然后慢慢往上晕开来 其实同一个颜色再叠第二层而已 所以它可以制造出渐沉的眼影 会让她的眼神比较沉碎的 好漂亮喔 所以选择大地色是让她 其实很好搭配 她要之后穿的礼服啊 或是婚纱是不是 因为我想要让她整个感觉 是比较优雅一点的 优雅一点 那我看一下妍希的唇色 其实也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想象中 新娘子要大红或什么的 是也是比较带一点橘色 橘色的红唇 对 所以你是选择什么样的颜色 是比较亮色系的橘色 然后可以让整个妆感是比较活泼的 那妍希你自己平常就是化妆 对 有没有比较喜欢 习惯什么样的色系 其实我平常私底下化妆 我真的其实就是偏好大地色系 我觉得它就是比较自然的感觉 或者是裸妆 好像看起来像梅花一样的 梅花一样的我一定很喜欢 又或者如果是比如说像红唇 那种比较性感的 或者是像今天擦这个橘色 比较俏丽一点 为了一些活动啊 或者是杂志的拍摄的话 其实我也会愿意就尝试 所以如果说真的是你的婚礼上面 你也是希望看起来就像平常很漂亮的你 如果是婚礼上面的话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整体吧 看衣服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还是主要的色系 应该还是会希望身心比较自然 自然就是很陈妍希的样子 对 这样子 希望是比较像陈妍希分的新娘 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下小文 就是如果很多人都想要跟妍希一样 是当六月新娘 七月新娘 像这么热的天气 就不会决定婚期了 对 大家都知道嘛 大家都知道你的婚期啦 所以如果说是要这种在夏天 希望跟妍希一样做个夏季新娘 你有什么整体的一个彩妆的上面的建议呢 因为六七月是非常炎热的 对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选择的顶是比较薄透的 才不会造成脱妆 对 可是我觉得其实新娘每一个人 都想要当 都想要一个最漂亮的样子 可是其实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另外一半 对不对 就是你自己很美 另外一半也要就是帅帅的跟你一起 才是一个最漂亮的 最甜蜜的婚礼 舒服 我 我